夫妻在路边开了一家补胎店,为了懒客将钉子钉入地面。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讲述人性的电影《汽车维修站》。 一对夫妻在路边开了一家补胎店,本来生意就不大好, 还因为附近的建筑工程受到了影响。 这天,男主去找工地负责人理论, 争执中一不小心撞倒了老板娘的女儿, 结果就是被带到警局去喝茶。 晚上一对情侣的车开爆了,到男主的店里修, 男主发现竟是工地的铁片扎破了车胎。 小情侣走后,男主来到路边, 发现地上有许多工地施工后留下的铁片, 一想着妻子跟着自己吃了不少苦头, 妻子的娘家也因为自己穷而一直不给好脸色, 男主心中暗暗地打起了主意。 半夜,他趁着妻子睡着悄悄地来到路边, 将铁片撒在路上。 第二天一大早,果然来了客人, 男主还故作大方地为客人打了折, 因为这次他知道自己将会有源源不断的客源, 但是之后再也没有生意上门, 男主悄悄地到路边查看, 发现铁片全都被大卡车给碾飞了, 男主只好重新想了一个法子, 但在他去撒铁片的时候被妻子发现了, 妻子则骂他,想坐牢吗? 男主说来这里玩的都是开好车的人, 他们坑的这点钱对那些富家子弟来说算不了什么, 而且以前一个月都赚不到的钱, 今天一天就赚到了。 妻子渐渐地被他说服, 为了不闹出人命, 他们还用一块减速牌提示来往的车辆。 很快他们的方法就奏效了, 越来越多的客人来到补胎店, 夫妻俩狠狠地挣了一大笔钱。 这天店里来了一个熟悉的客人, 正是工地老板娘。 因为之前的过节, 男主本来不想帮他修理, 但是老板娘说会付两倍的价钱, 男主只好硬着头皮修理, 完了还坑了老板娘260万韩元。 老板娘因为忙着赶路不跟他们计较, 走之前还讽刺了俩人一句, 你们就是这样诈骗才一辈子这副德性的。 似乎被老板娘这句话扎了心, 男主决心一定要挣一大笔钱, 这次他将钉子撒在了路上, 妻子却建议干脆直接将钉子钉在路上, 这样就不用每天都来撒钉子了。 男主一听试这个道理, 俩人当即在地面试了一下, 但是因为地面太硬只钉进去一颗, 这天晚上夫妻俩再次去尝试钉钉子, 却被一辆警车拦下, 警察二话不说就将男主抓走, 夫妻俩以为自己做的事被发现了, 结果是工地老板娘的女儿被人绑架了, 所以才将男主抓去路口供。 但警察里里外外也没有找到男主绑架的证据, 只好又将他放了回来, 但警察还是对男主持怀疑态度, 于是暗中和当地的地头蛇龙哥监视男主。 因为好几天没有生意了, 男主决定还是要去把钉子钉进地面, 但是妻子害怕他再被抓走, 于是说自己一个人去, 就在他钉钉子的时候被监视着的龙哥看见了, 但是他却没有报警。 原来这个龙哥是妻子的旧情人, 龙哥一直对他念念不忘, 还利用这件事来要挟他和自己约会, 一边害怕丈夫知道了会担心, 一边又害怕龙哥报了警, 丈夫再次被抓, 妻子只好妥协了。 这天一辆车因为车速太快冲进了田里, 男主一看坏了, 这要是出了人命, 自己可能要吃牢饭了, 他赶紧跑到路上拔钉子。 就在他拔钉子的时候, 工地的建设科长从车上下来了, 谁知科长看见男主撒腿就跑, 男主以为他是要去报警, 却发现科长的车上还有一个小女孩, 正是之前被绑架的老板娘的女儿, 一下子男主成为了拯救女孩的英雄, 还得到了老板娘的几千万赏金。 就连一向瞧不起他的老丈人, 态度也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变, 夫妻俩用挣来的钱买下了一块地, 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汽车维修站, 还买了新款的小轿车, 穿上西装革履, 过上了体面生活。 但男主依旧不停地努力, 他一心想和妻子搬去首尔过上好日子, 妻子也想着只要搬去了首尔, 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当作没发生。 俩人的生意越来越火, 与此同时, 龙哥的维修店生意受到了影响, 龙哥为了示威说出了男主赚钱的秘密, 男主这才知道龙哥早就发现了, 他想起来妻子前段时间的异常, 他意识到妻子可能答应了龙哥的某些要求, 他赶紧开车回家, 半路上看到妻子还在往地面盯着盯着, 但是男主已经没心思再弄这些了。 这段日子, 他们因为钱犯下的错, 为了钱, 他们甚至丧失了做人的尊严, 一想到这里, 男主就痛苦不堪, 他回到家想把钱扔掉, 妻子好不容易过上了不错的日子, 怎么可能让他乱来呢? 于是拼命地护住了那些钱, 还把男主一顿臭骂, 反正做了做了,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, 失去理智的男主想把钉子拔出来, 但是妻子在地上钉满了钉子, 无论男主怎么拔也拔不出来, 于是他连夜开着水泥车离开了妻子, 留在原地的妻子则继续做着扎胎补胎的生意, 这部电影将人性的贪婪表现得淋漓尽致, 一开始贫穷让男主动了歪心子, 尽管妻子也想过富裕生活, 但是他还怀有基本的良知, 最后夫妻俩过上了一直想要的生活, 却也因此失去了一些东西, 男主即时悬崖勒马, 但妻子却越陷越深, 钱虽然是人人都想要的, 但君子爱财应该取之有道, 不要让金钱蒙蔽了自己的良知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 咱们下期再见。